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34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在早报一个很大篇幅的报道 说到在昨天 国民党举办了青年公民论坛 而身兼党主席的马英九总统 还有行政院院长江一化 陆委会主委王玉琦 经济部部长张家柱 都参与了这样子的青年公民论坛 现场的群众是聚焦在 两岸福贸易协议 还有学运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提问 虽然是年轻朋友 可是我们还是看到 这些人还蛮直接的 很多问题一针进血的就问出来了 干嘛啦 对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跟所有的朋友来聊聊 昨天这场青年论坛 我们特别请到的是 国理空中大学工刑系教授 同时也是前亲服会主委 林语杰 李老师 李老师你早 主持人 志平兄还有宛如 各位听众大家早 谢谢 老师 这个跟年轻人座谈 您最有经验了 是的 事实上我那一年多的任期 我大概全台湾 跑了大概超过一百场的 年轻人 不管是社团跟大学院校 了解 好 但是我们对照这一次 这个反服贸的争议 抗争来看 我想请教您 是不是这个政府部门 对于年轻人的沟通 或者是跟每一个族群的沟通 出了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不可以看沟通 从沟通的角度来看 好的 那个主持人 你一开始就点到了问题的核心 其实你看 前阵子这个IMD 就是美国际的这个 瑞士洛杉磯国际管理学院 他的院长杜道明 还有这个美国商会 他们都 还包括这个 前阵子这个美国的 这一个前驻美的 那个美国的这个理事会主席 普雷哲 他们的说法都一致 就是说服贸对台湾的经济 是有利的 而且你不签服贸的话呢 你反而会让自己的这个路啊 会被锁住了 那你会更依赖大陆 那这个 像服贸对台湾来讲 台湾的竞争力 台湾的竞争力来讲 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 可是为什么 这个服贸从去年六月 签署到现在 已经十个月 已经十个月了 为什么到现在 老百姓还是不清楚 那么年轻人 这么大的反弹 引起这么大的一个 这一个太阳化学运 那确实就是我们政府的沟通认数 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亲身的经验 在上个礼拜天 刚好我应邀 应这个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 他在基隆的海洋大学 他办一个那个 就是理事长的就职典礼 那么吴副总统呢 他也有去 支持 那他的车队下来的 这个到门口的时候 海大的那些 就是所谓的 太阳化学运的那些学生 他们大概二十几个人 就在那个门口附近 就在那边举标牌 举着标语 抗议 重启谈判 退会服贸 那后来副总统呢 他就临时 就没有往会场里面走 他就走到这个大马路旁边 跟这些年轻人对谈 直接对谈 那么展现他亲民的一面 那我当时也在旁后面 因为我是接待单位 我在那边也在台湾院听 听完之后 因为副总统要进去 他时间也开始了 那么我就来接下来 跟这些学生对谈 那我谈的结果 我是觉得说 这些学生呢 他们确实是有争议感 他们确实也是关心国事 可是我觉得他们 真的不懂服贸 我必须很客观地讲 就是说 简单讲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 没有真正了解 什么是服贸 所以老师 当时他们跟吴敦毅副总统 说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他们主要在讲 他们在质疑的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够重启谈判 为什么不能够修改 那吴副总统就稍微解释 就是说在国际惯例上 你只要修改一个条文 就等于是 因为你之前应该签好了 修改条文 那就是要重新再来过 等于是说 这个 这原先签署的就已经无效 就重新要再谈 那再谈就会有其他变数了 而且要谈多久不知道 那现在质疑说 为什么不能够先立法后审查 那说现在目前就是说 确实要加速先通过两岸 这个监督条例 那这个 但是我希望说审查能够同时并进 因为这样会耽搁 那才能为什么要说 他们就想 为什么要那么急着 要让服贸通过 后来我就接枪了 我就讲说 我说其实最重要 其实服贸只是一个里程碑 最重要是后面的货贸 货品贸易协议 对货品贸易协议 我刚才讲过 你们知不知道今年12月 今年年底很可能 中韩的FTA会签署完成 如果中韩签署完成的话 你知道台湾跟大陆 跟韩国的出口的 出口的主力产品 跟出口地区是 百分之八九十是雷同的 是一样的 重叠的 如果货贸协议没有办法签署的话 换句话讲 包括台湾的IC产业 台湾的机械 化学 脚踏车 这些东西 就被韩国的市场拿走 学生听了之后 他们就没话讲了 他们就没话讲了 讲不出话来 我说你制造这些产业 加起来影响多少 职业人口吗 他们担心的那些 服贸的这些行业 它有些疑虑是 似是而非的 有些的疑虑 其实是从网路上 以而传而所吸收到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懒人包 懒人包 这一点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这就是政府的宣导跟沟通 出了很大的问题是所在 因为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网路世代 他们每天 就是用手指在那边 划划划手机 他们很少看报纸的 他们也很少 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 也不上图书馆去找资料的 他们就在网路上 寻找最快的资讯 所以老师您是期待这些年轻人 应该更用功 是吗 还是说 你觉得他们的这种 就学问的方式不够 我当然不能以偏概全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不用功 但是我说 大部分的人说 都不懂福贸 我跟他们讲说 他们就是说 老师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重启谈判呢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 你知不知道 福贸的这个条文 你们全部看过了吗 他们跟我说 少部分人也说 我们有看过 我说你知道 里面有一个 就是紧急磋商条款 他打不出来 他打不出来 他不知道有这个条款 我说这紧急磋商条 就是说 你福贸先生效之后 一年之内 你如果觉得有问题 他比如说有国安的疑虑 你可以跟他紧急磋商 你再不然 最后的 我们还有一个刹车机 就是下车条款 你知道ECFA ECFA的这一个 本文里面 就有一个中指条款 也就是说 当我觉得 你对我是有敌意的 那老师就不玩了 我就下车了 我就可以跟你片面 解决 但这就是两岸关系 最严重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我就不玩了 有个中指条款 就是三年之内 可以提出来 这个中指条款 那么还有一个 紧急磋商机制 那还有一个 其他的措施 很多刹车的机制 他们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们并不知道 那所以说 换句话讲说 你今天 你应该要向 这些老百姓 这些年轻人 讲清楚说 如果你要重启谈判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那我们面临到竞争的对手 韩国会怎么样的进度 会影响到台湾的事业 影响到台湾的产业冲击 会怎么样 你应该把这方面说清楚 那比如说像 之前那个懒人包 所传的错误的资讯 什么这个 小黄变小红 然后洗头妹会进来 然后洗头 洗头减洗脑 你这个应该听过吧 我有问题 洗头妹进来 一边给你洗头 一边给你洗脑 根本没有开放洗头妹 是啊 大陆老公根本没有开放 没有开放大陆的干部 是管理阶层进来 不是第一线的洗头妹进来 而且他那个必须就是说 你投资 要投资100万美金 或者是500万美金 才又增加一个人 那你知道98年 其实我们已经开放陆制来台 根据移民署的统计 最新的统计 就是说 从98年到现在 一共有259位的大陆的路干进来 到目前为止 这259位 没有任何一个变成新移民 就是没有取得中华民国的 这个 什么叫 而这259位的路干呢 这些公司呢 进来一共创造了 9624个就业机会 这就是 这就是滕淮南所讲的 那个 创造了35倍的 就业机会 这么来的 所以说其实 你开放福茂呢 是让一方面 增加台湾的就业机会 一方面并不会有 那一个变相移民的问题 而这个条款 你知道这个条款 就是所谓的 入资自然能 短期入境 及提留的这个条款 其实是2001年 阿扁总统任内 签署生效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 国民党政府呢 政府呢 一副好牌呢 变成打成一副死牌 这个很可惜 这个是很可惜 就是昨天 这个学生所说 这么一副好牌 结果被拦糊了 被拦糊了 没错 这很好的形容 那老师 其实我们在这段过程 就是学生占领 立法院议场的过程中 也跟学生做了一些访问 他们谈到了 好自己未来的工作权 这也是他们 切身相关的问题 那说到 其实未来大陆劳工 并不是像同学们 你们所想象的 这么可怕 好像是一个红衣部队 就进军台湾了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算学生听懂了 知道了 但他们还是会回我一句 他们对于政府 总之而言 就是很不信任 觉得政府真的会把关吗 真的 老师您刚刚讲的 有这样子的控制法的机制 政府做得到吗 好 那个 首先 确实我想了 这个学生的疑虑 就是对政府的执行能力 这一个部分 确实是有所本 也就是说 政府它毕竟它的人力有限 那么它也不可能随时的来盯着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经验法则 事实上我们在 这个2001年 2002年 我们加入WTO的时候 陆资就已经来了 当时大家就很害怕说 陆资会在这边炒房 有没有 对 各位知道现在陆资在这边 一共买了多少房吗 开放这五年 老师你要告诉我们 我跟各位讲 不超过五十 五十 五十 五十栋房子 五年还不到五十栋 不超过五十栋房子 你看台湾 台湾这一年成交 是几百万 几十万的成交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几十万的成交量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 没有错 那也是因为我们有很严格的限制 你必须要在这边投资多少金额 在这边必须要营收多少 而且你必须是 你要很繁复的手续 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根本不可能来这边买房子住 你只能就是说 真的是有这一个办公的需要 所以 其实有很多的疑虑 都是不必要的 那你说国营事业 他们会不会因为财大气粗 就加了国营事业的资金 大量侵入台湾 这可能性也是可能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因为毕竟我认为 这个做生意 不管是国营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 他们都是将本求利 如果台湾没有市场饱和了 没有商机了 你不要不要人家都照顾 我讲最简单的 我们事实上早就已经开放 洗衣业者 那这个国外的业者呢 其实上之前好几家也想来试探 就发觉台湾的洗衣业已经饱和了 只有只留下一家连锁店 留下存活而已 而且不是入资 这样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 市场饱和 他们无力可图 他们就会走了 他不可能在这边浪费这些成本 是 老师其实你讲的这一些话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在这一段就是抗争活动之后 都已经有做了一些了解 也听了这些官员的说法 可是我们很担心 就是像昨天 行政院院长江一化 跟教育部青年署举办的一个活动 青年政策论坛 人才培训营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呢 因为江一长 当然最后也说到很开心 大家不是当他是长官或老师 而是平起平坐的公民 那彼此之间是要有对话的 而不是简单的政令宣导 所以我相信年轻人 或者是我们一般大人 也很讨厌政令宣导 也很讨厌政府的宣传 可是这样子的对话 到底怎么说 年轻人才听得进去呢 在过去老师 你在担任亲服会主委的时候 有很多跟年轻人 应该有的这种对话模式 应该也很有经验 或者是口气 我觉得就是说 政府官员跟年轻人 这些沟通员有落差 你知道年轻人很喜欢在脸书 在这个9 或者是在这个PTT 这个PTT上面的那个 他们经常叫做公干 就是大家这件事情 公开干掉 对对对 那我觉得政府官员 应该偶尔也应该 就是有一些专门在负责 这种网路资讯的专业的人 去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他在PTT 比如说他在里面 在讨论服贸的东西的时候 应该有专人去看 把他资讯收集下来 然后给首长看 像我当时我就是这样 偶尔我会亲自去看 就是我会请 当时我请一两个秘书 就专门在负责看 这些网路的资讯 哪些人对我们亲户的业务 不知道的 或者是有一些疑虑的 或者今年政策 有什么样的问题的 只要有人提出来 我就 我一定会我亲自来看 甚至于我会主动 因为我发觉 我到校园去宣讲的过程 我发觉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清楚 亲户会有很多青年创业 跟青年就业 青年志工的 一些很好的计划 他不知道有政府资源 他们可以运用 所以我就主动的 我主动的叫我的秘书 就在PTT上面 不断的PO文 说有一些政府会好康的 大家最好到时候 用年轻人的 这种说法 大家就觉得 对对对 有好康的 对对对 他们喜欢这种好康的 好康的 对没错 有一些好康的 照顾年轻人的就业 跟你的就业 还有跟你的创业有关系的 有好康的 我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用那种乡民的语言 今天他们讲说 有一些好康的 你可以上网去点这个东西 那乡民的反应是什么 有些人就说 嗯还不错还不错 但你知道那个乡民 他们一般来都是比较批判性的 嗯嗯嗯 对对 所以我PO上去 有少数几个人赞赏 但是觉得 都没有人 没有人批评我 这样就很成功了 哦 是就有好康的 你比那个一个标题说 青年就业辅导政策出炉 这样听起来 对对对 就觉得不一样 有落差 我就是用年轻人的术语 跟他们讲说 我好康的 大家一起来到学部 那有一些人 他确实要毕业了 他就会去看 对 那所以其实 而且里面我也一块强调 就是说 我当时在新委会的三大主轴 第一个就是照顾弱势 嗯 因为你知道N型社会 台湾在经历了金融海啸之后 台湾的社会贫富差距是扩大的 那事实上有很多年轻人 他是 他必须要打工 他必须要一边打工 一边赚钱才能付学费 嗯 所以我才提出说 其实我们有一些措施 是针对于这种 所谓的中低收入付 嗯 就相对经济 比较弱势的家庭 那这一块事实上也很获得好评 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能够深入到每一个年轻人的社团 那所以我当时我是 透过了PTT很多网络的这一种网站之外 我还透过学校的系统 那我第一次我是透过呢 这个教务长跟学务长的系统 去传那些讯息给那些学生 嗯 可是他们就很简单就是说 我就透过大学的那个什么 那个资讯中心去传 是 可是根本年轻人不会看学校的email 你知道吗 老师你说太正确了 真的 学生根本不看学校email 学生是管自己的 私人的yahoo或者是gmail的信箱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第一线 才会了解 那 那 我后来到学校去演讲的时候 我每次我都做问卷 有知道亲吾会的一些 这一个就业创业措施的人请举手 举手了了无几 我就说啊 这个学校一定没有 没有把 这个一些好的讯息呢 传达到神经末少 所以我就 后来我就改变了 我就说好 那我就透过系办 嗯 我就拜托这个 我再写信给校长 写信给学务长 我拜托他们说 可不可以透过系主任 请系主任的 透过系办 因为系办会掌握 每一个学生的个人信箱 嗯 就助教至少知道 他怎么跟学生联络 他会掌握每一个学生的 那个个人信箱 对 透过个人信箱 就一次把他群组发出去 后来那个提升到 从百分之不到 百分之十的 这一个知晓率 嗯 提升到超过百分之六十 哦 嗯 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说 为什么年轻年轻人 都说 哎照亲吾会有在做 有在做事情 是 好 那老师看到您是用各种方式 深入渗透学生组织 哈哈 可是昨天我们看到 马应九总统 他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 他们昨天正好有一个座谈 这是国民党举办的 青年公民论坛 那还有行政院院长江一华 昨天早上出席的是 教育部青年署办的活动 当然今天早报就有一些批判 就是社论 会说 为什么就是请这些 国民党籍身份的这些年轻人 当然有一些也不是国民党籍了 但是会参加这种 国民党举办活动的人 毕竟就像老师您刚说的 是有一些 非全面性的一个跟学生性的沟通 其实我真的是认为说 应该要把这个座谈的范围 扩大到非国民党的青年 因为这些国民党 比如青工会办的那些青年 基本上他们都是比较 倾向支持国民党的 都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你会听 你听不到国民党以外的声音 其实国民党以外的青年的声音 最大的疑虑是什么呢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倒是有它的道理 它就是很害怕 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 所以它的原因并不是经济上的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从这个国际的经济 国际经贸的角度来看 只要是内行的人 包括这个美国商会 包括洛杉管理宣的院长 包括普瑞泽 他们都认为说 福贸对台湾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从政治面的角度的话 年轻人的一个诉求就是说 两岸福贸协议一旦通过之后 台湾跟大陆 因为服务业就会 里面就会有一些 因为服务业很多是劳力密集 就会有一些人员的流动 或者是说台湾会更加依赖大陆 更加依赖大陆的话 台湾会不会成为香港第二 最后他们这个言论 会被言论自由 各方面会被管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福贸协议这个争议 其实我说真的 有点是两岸的共业 为什么两岸的共业呢 第一个政府说不清楚 政府的这个团队呢 实际上是有问题 这个共同能力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 大陆长期以来 一直没有这一个 走向民主透明化的一个 法治的体制 这个对台湾 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大的疑虑 所以这也就给大陆一个启示 你以旗子急着说要谈两岸 踏入所谓的政治深水区 欲速则不达 就还不如就是说你应该是怎么样的 逐步的来改善本身的政治体制 建立一个公开透明 比较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 那因为年轻人很担心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 所以其实这里面 我这次服贸协议里面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这个未来的产业冲击的疑虑 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对于中国大陆的疑虑 是 老师我想最后有我们有30秒的时间 我要请教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机会 到处去跟年轻人沟通 座谈或跟台湾的这些杰出的企业家们 年轻的企业家就座谈了解现况 现在大家最担心说服贸过了以后 是不是大家就没有竞争力了 或者是台湾的竞争力的问题 到底台湾的民间有没有竞争力 这点我要请你告诉我 我觉得台湾基本上 还是有非常优秀 非常有创意的年轻的人才 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 每一年我们在很多的发明展 包括日内瓦 这一个马来西亚 韩国SORM 这些发明展 我们台湾都是拿金牌银牌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台湾不切创意的人才 我们台湾也有非常完整 完备的一些产业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服贸协议 如果没有过的话 其实对台湾的竞争力 才是一种伤害 因为你服贸今天 你谈了半天 最后没有办法过 事实上对于未来 台湾跟其他国家签FTA 或者加入TPP 确实是有不利的影响 那这反而是影响到台湾的竞争力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怎么样能够政府 怎么样还是要克服 必须先安内 你还是要先让老百姓 让年轻人能够安心 那服贸是一个正确的战略 问题是你要怎么样 让这一个更多的人了解 好 对 OK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到的是 国立空中大学工刑系的教授 李允杰 李老师 请他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台湾年轻人到底竞争力 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但是也许就是 过去的沟通住了问题 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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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